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13号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介绍姜粉泥的妙用 老师好 您现在可以看到我台面上有姜粉 等一下我会制作姜粉泥 那上次老师您分享过姜粉泥的妙用 是关于外热源按推的极致方面的 那今天呢 我们就先来分享老师您那一段姜粉泥的妙用 把姜粉泥的内服发挥到极致 那我们先播放这一段 那这个方法我必须要说 这些见先生 那他提出来其实他之前提 我其实已经放在心上 但是他一直不放心 我怎么好像还没有 我认为这一次经过阴言也成熟 因为这一次痒 他也用身体告诉我 他没有痒 他去跟患者他不戴口罩 直接接触 他说我全身都热乎乎 那个病毒怎么敢进来 进来也会饿死啊 是吧 大概这种意思 所以他已经 简单讲换一句话讲 他已经修成正果 百毒不清 就是这样 清了也没用 他已经有那个就是预防疾病的能力了 哎 这个不得了 原始点不是要学到这样吗 百毒不清啊 就是清了也没有用 你来侵犯我 我体质好 我也不会怎么样 这才是原始点的模范嘛 这一次他又证实一件事 他之前的体伤 他没有靠按推 你是不是靠运动 拉筋而好的 天天做原始点 天天吃姜 天天做原始点 天天吃姜 然后喝姜 然后没有特别的保养 为什么没有时间保养 做原始点就没有时间保养 就光喝姜 你看 他这样提出来 他没有时间 我还有去运动 我还比他保养的 每天都要花一个多小时去保养 我这样感冒 没有他好啊 我看他很轻松 就一碗的姜本磷 然后就咕噜咕噜的这样 我看他喝的还蛮轻松的 好 所以从这里已经可以证实 内热源真的可以做到极致 这个就是在原始点 诊断与治疗讲 第一个重病 一定是以热源为主 那热源就是歪捏热源 按推跟其他保健方法 其他保健方法就是 适当运动 冲心休息 良好心态 为辅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讲 我们常常遇到重病都说 心态最重要 运动也最重要 因为你这个没有做好 我们也无人为力 诶 但从他的讲法 他不是这样看 他对热源的体悟是 你照我的话做 你百分之百会好 他都讲百分之百 他那个语气是很笃定的 是 是喔 你看他面不改色 但我这样讲他还是对吧 所以能够做到原始点 就应该要这样笃定才对啊 我就以他为了 这个就是原始点的极致啊 那你外热源能做到极致 我们内热源为什么不能做到极致 我们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少了一个动作 就是这样 内热源做到极致 我们要保养 我们每天再付出 我们却没有保养 好 那讲到内热源的保养 我们再进一步来研讨 我们一般 姜先谈品质 现在的姜啊 外面有很多什么有机姜 什么我都不管 我在台湾以前也用过很多 最后当美国他们找到 现在的秘乳的有机姜之后 我用了 我自己也亲自用 我不是听人家我就会相信 我这个人是没有试过 我是不相信 然后确实试过之后 他跟外面的姜不大一样 热源也不大一样 那今天他在讲 他说他特别 这样用久了 因为他已经用到极致 我这个还没有用到他这么厉害 但他讲的话我认为绝对可信 他讲 现在秘乳的姜比其他他在大陆的一些姜是吧 他说秘乳的姜的效果比其他的姜大四倍 所以他说你不要说大家都在喝姜粉铃 你用其他的姜不一定有效 这是他要讲 是吧 没有改变 不改变 你看他对自己是这么笃定 因为他自己做了 他自己做出来 所以他跟我讲话都是很肯定的 因为他做给我看啊 然后原始点最简单的 我做得出来我直接就讲 你这样体香我一定可以帮你解决 我心里有处 那如果不能解决就会犯处 那再加强热源嘛 我们就是这样 好 那第一个 如果你要达到能够热能能修复体香的话 第一个选品质 我从他的话 我就归纳出来 第一个 你品质一定要用对 对的姜 你不要用到一些市面上的那些姜 那品质差 你怎么能修复体香 好 第一个确定了之后 再来姜有各种各种用法 比如说有姜汤 姜粉 姜粉铃 如果以内热源来讲 其实姜粉还不够好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你磨成粉之后 你这样光这样吃 第一个 热源的来源 它一定是温温热热的 记得我讲 温温热热 要不然你看 红豆袋为什么要加热 这样温敷才会有效 那为什么姜汤一定要热热的喝 要不然你凉凉的喝 你看重病患者会不会有效 也不会有效 所以 这个东西一定是要温热的喝 重点 你不管什么 原始点强调是一个温热 绝对不能生死 生死 那是西医的讲法 什么生死可以保持营养成分 那那个绝对对身体没有帮助 原始点它是要改变药性 那改变药性第一点 你要做的就是温热的吃 好 那你想想看 姜丸你会煮来吃吗 不会 因为你吃进去没有加热啊 这样的吃进去的效果 好不好 当然不错 比其他的 灵醉都还要好 这个可以确定 为什么我们说水果不能吃 因为水果没有人在煮的 那都是生死 所以生死第一个就要去掉 重病是不能生死的 一定是加热的再吃的 那这样来看我们的姜 那这样姜丸就不适合 那这样姜汤跟姜粉淋 这两种就是一个选择 好 那我们再进一步分析 到重病患者的时候 其实水分已少不宜多啊 了解吧 多了也是一个负担 尤其到负水 那它已经负水了 你还叫它喝姜汤吗 那肯定是不行 所以这样想来想去 真正我们的姜的用法 在内热源里面 最适合我们患者的就是怎么样 姜粉淋 我们一路这样再把它进一步归纳之后 然后你看我们的外热源 到最后用到极致的时候 我现在写外热源 有不是说涂姜粉 我认为就是直接我只写一种 你看我最近改的书 只有写一种叫做姜粉淋 其他我都不用了 我说姜粉淋最好 你在涂的过程中让热慢慢渗透进去 那因为它油稍微湿湿的 然后在涂到干 这个时间过程中 你都要怎么样 用一些手法把它弄进去 这个就可以达到 让外热源达到极致 那内热源要达到极致 你姜汤喝下去很快就出来 然后又水分多 其实也不宜 那这样来看姜粉淋 应该列为最好的行者 然后这样又有什么好处 你看你把姜粉淋煮好了 既可以外用 也可以内皮 一次就解决了 再也不复杂了 都好 那这个都是发展到 原始点它是怎么样 它是选重要的开关 其他次要的开关怎么样 不用 所以我们才能 越来越精简 越来脑袋 越清楚 然后用的方法 都是用到顶级的 然后直达体伤位置 这样才有办法 解决现在很多疑难杂症 这样不但可以帮助患者 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己 绝对不能做到最后怎么样 患者好了 啊你病奄奄的嘛 那这个不算原始点的好模范 我认为我们最欠缺的 我们的志工最欠缺的 因为我们常常忙到 有时候都没办法保养自己 连运动也没有 你看他也没有啊 他说他忙到这样 也没有时间怎么保养 他唯一保养就是怎样 和姜米啊 你一天喝几碗啊 一碗啊 一大碗啊 一大碗啊 这么大碗 他说不是那个小碗的 他是大碗的 三克姜粉 三十克 哦 用三十克的姜粉 做成姜粉 你一天都要吃到那么多 对 吃三十克 那你真是得病啊 没有机会得病哦 而且病人没有不好啊 对 然后他不只讲他的例子 他也跟我叙述很多案例 他照他的吃法 都好 这个我不得 因为他在我面前 要骗我也有点困难 他人讲到这么笃定 然后一而再再而三 明示暗示提示什么都来 无非就是 他要让大家受命 所以我觉得音言也成熟了 日常生活照成心见 他讲法就是说 我们吃的大部分都是冷 其实你煮过 没有那么冷而已啦 但如果说这些菜都是热的 我也不承认 他还要加调味料种种 他才会改变药性 你要加姜辣姜 不如就是姜粉 你直接不就是热源了吗 他讲的确实到底 所以我认为 原始点这一部分 我会看到我们的志工的最大问题 就是可以帮助人家 但帮助不了自己 那如果我们也改变我们的习惯 每一天跟他一样 以后就是这样 我以后也会改变 我不是今天口说无评 那如果有一些人 喝兴趣就会很痛苦 那表示他体质很难 他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体伤 体伤还要按热源才能吸收 那如果你喝下去正常人士 这里也热 慢慢热 慢慢热 然后就是下去 然后他的用法是 饭后 大家记得饭后 不要空腹 然后这样慢慢一口一口的喝进去 然后我看他的一口一口 干脆就把整碗像喝酒这样 就这样 他是应该是这样 我最后也 我最后也这样学 这样 发现这里真的热 这里也热 然后持续我的时间 应该有半个小时 但是我很快就没有了 照他讲 我还是喊 他说这个不能改变 我的体质的喊 只能说减少喊 他的定义是这样 那我也相信 因为如果要改变喊 你的体质不是短时间的 那长期如果能够照他这样 一路坐下来 你那个体质慢慢改善 就可以达到你体质的改变 那体质改变有什么好处 应该到最后是没有体善 我跟各位讲真的 那也就是到重病患者 如果也能这样做 你省掉很多事 你鼓励他这样喝 他体质慢慢改善之后 你少了一些按堆 他也可以修复 嗯 然后再配合按堆 我们大家也不用那么累 这样多好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 对原始点的发展 也是别迹意义 也是一个重大突破 也就是大家都在用姜 但有没有用到极致 就像以前大家在用外热源 那有没有用到极致一样 那这个其实在我看法 谁讲出来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家怎么样 要入食 真的 谁讲 就像我讲又怎么样 大家不做也没有用 他今天借我的口 讲出他的故事 那换个人讲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谁讲都没有 重点在你们可以试试看 我们现在接着 让陈兴建学长的分享 简单神奇的办法就是这样 我们换手 它凭什么不好啊 你按 我说你按推解证 是吧 目的什么 目的也不是热 能打到换手 对不对 那么我们吃姜到体内去 它也是 两头走过一切 都重要 都非常重要 都非常重要 你看得快不快啊 你凭什么不好 这个病 你有什么 说今天讲那个 我看了有种癌 但我没说话 你吃姜嘛 你看你复发 你能复发吗 你能复发吗 你凭什么能复发呀 真的 你凭什么能复发呀 我们会传发给他 你凭什么能复发呀 你这个 我隔了三年了 我不能再讲其他案例了 在阿里这个就有威力 但是我告诉你 热源有巨大的保护我们的美丽 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我为什么呢 我被几个事震惊了 一个是我不得病 另外还有一个 吸毒的伤害 简单伤害的机制 靠姜保护 对这没事 热源的保护我们的美丽 能力太强太强了 所以我昨天跟张一说 我开玩笑 我说张一说 我真的把我们那个人问题解决了 你可能热源瓶充血了 哈哈哈哈 真的 所以震撼就震撼了 这个病 他太震撼了 我就说这是我们新冠 我不得得 因为你是谁拿新冠 我就跟你在一起 我什么口味不在 你传不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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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得病 当然现在新冠肺炎很轻 很轻你得不上 你怎么会得感冒呢以后 你怎么会 这个像什么腰疼 这个疼哪 你怎么会能疼呢 按推重要 那个人同样 那个外人也办得多解决 你不得我 我就是跟你说 特简单 现在我觉得特简单了 难的是什么 那我们要学张力的手法 这东西 有些只要他们的水平 我们有定能 但也要尽量的做 我们要尽量做 还有运动 但是都服务东西 这样就这样了 吃姜吃姜吃姜 好 好 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再辨证了 也就是经过这样长期 他的事下来 然后患者还有种种 我觉得应该 然后跟我们的理论也没有冲突 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这一次来的 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好 那我们感谢他吧 好 谢谢张医师 姜粉泥的分享 还有陈学长的分享 老师那现在我来示范 姜粉泥的制作 这个在书上也都有写 我们的姜粉泥微波制作 也有说明 我们现在把这八克的姜粉 倒在这个小的容器里面 刚刚好装满 我们这边有各种容器 不管你用什么容器 记得我们都要1比10的水 假设我现在是用这个容器 这边刚好是八克的姜 我倒下去 那要1比10的水量 所以我现在就用10杯的水 一杯 两杯 三杯 四杯 五杯 六杯 七杯 八杯 九杯 十杯 好 这是1比10 我们现在把它搅拌一下 好 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可以用小锅子把它煮开 或者放到微波卤里面 大概是三到四分钟左右 微波三分钟以后拿出来 我们这碗有机姜粉泥就做好了 我们现在就请张医师 一口气喝完 因为一口气喝完 比较顺口 不会觉得辣辣的 那么请注意就是 我们都在每餐的饭后服用 那服用过后呢 暂时不要喝水 这样的效果特别好 请老师来喝这碗姜粉 哇 这个姜粉泥 还热热的 好 那我开始来喝咯 喝一口 哈哈哈 喝下去怎么感觉 喝完现在喉咙这里热热的 然后感觉这里也开始热了 现在热到这里 这个热感觉是舒服的 然后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这一段 还蛮热的 很好 谢谢老师 我们今天的直播 姜粉泥的妙用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